我們養生時照跟妳分享這樣 聽您的意思 好像我看起來還滿年輕的 那是因為什麼 從畫成這樣 所以我看起來就變年輕了 許久沒見面好交情依舊 什麼陳出道40年 終於即將舉辦首場演唱會 這次會上也特地以 偶像強尼代譜的造型出席 當然最重要的時刻 老朋友張費絕不會缺席 一見面就不禁談起當年去世 不要讓她回去結婚 因為她是個有錢人 等到她是個以後 上輩的兒子就會變成吉成人 大人哥 嘿 OK 爸爸爸爸爸爸我恨求你們 不要把女兒交給生威城 因為她不是正常 如果你要交給她以後 你發現她根本90個刀超人 對 以前我們都不會斷掉 真的耶 像什麼 因為她年紀大了一點 跟你一樣 40年了 我上次跟她見面的時候 是在我們合約好像告別式 太后 應該多少年了 我們都還在 她其實是非常可愛 靈魂很不安定 她曾經有一段時間 跟網路投票說 一個問號 張飛在天上 她嚇我一跳 然後後來看內容說 沈文誠說的 她說沒有啦 再飛飛機 所以我今天為什麼 特別來當她的這個 一方面要證明一下 不是 我要證明跟大家講 我還活著 不過沈文誠確實已經在地下了 因為她什麼冒險 往什麼都到處爬來爬去 這方面我們兩個的個性 其實是很近 對 她也喜歡騎中機 我也是 她喜歡釣魚 我也是 唯一就是說 我沒有在天上飛 我就在地上走 那你們有考慮夫妻嗎 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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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第一個去上節目的 喔 爬著去求你 讓我上 我們可以合過嘛 哎唷 哎唷 外景節目 哎唷 快回多年 幽默不見 太希望張飛回歸螢光木辣 沈文誠更在記者會上 公佈完整歌 但強行和大家分享喜悅 三十一首 喔 有三十一首 不容易 四十年只唱三十一首 兩個半鐘頭 因為我一圓吃圓味 整首讓大家聽完 然後把它錄起來保留 萬一有一天我 然後我就 那個就是會變成一個 要回憶 回憶 這很重要 一個偉人的回憶 上會有想要請飛哥 就這樣嗎 當然 當然 我的偉人 好 不是你PRECIO的問題 我今天來已經免費了 我還在聽一次 喔 不是 所以飛哥不會去嗎 喔 不是 這個可能 他們有老闆了 大家可以慢慢的彈嘛 這是前朝不龍嗎 對 開玩笑 開玩笑的啦 那他的歌 我幾乎每一首都能唱 都熟 對 最喜歡哪一首 我喜歡那個 啊 那叫什麼 阿姨利的波 不是 阿姨利的波 那個 舊情也綿綿 你也有時 能夠小乎的阿咪 你也有時 跟各位報告 他是我這一輩子 一個貴人 最大的貴人 主要是要聽神文成的歌 對 把它集合在演唱會裡面聽 感受完全不一樣 說到四十年的收場演唱會 對小秘神文成內心的激動 是難以言喻 究竟張飛會不會擔任嘉賓 5月13日也別忘了到場支持囉 完全樂 成田 沈嘉峰 採訪報導